美国捐方二号下午披露 一个疑似中共的间谍气球 正在美国大陆上空飞行 而这颗高空侦察气球 最先在美国的蒙大拿州被发现 据分析是从加拿大飞入美国境内 在远高于商业航班的高度上飞行 法庆社引述不具名美方官员报道 这颗气球似乎在侦察高度敏感的核武场址 蒙大拿州马姆斯卓空军基地 就是核弹发射井场地 路透社报道 美军调动F-22在内各战机单位 随时准备击落气球 就等白宫一声令下 但五角大厦最终建议不击落 担心击落产生的碎片 可能危及地面人员安全 五角大厦发言人赖德 对此发出简短声明 称美国政府持续密切追踪这颗气球 西打电视林玉堂张瑞珍综合报道